時代電器3898 主要從事研發、設計、 制銷軌道交通裝備產品和相關服務 產品包括軌道交通電器裝備、 軌道工程機械及通訊信號系統等 具有器件加系統加整機的產業結構 令集團積極佈局功率半導體器件、 工業變流產品、 新能源汽車電區系統、 全錦器件、海工裝備等領域業務 並通過自主研發以形成電器系統、 工業變流、通訊信號、 數據與智能應用、 及新能源汽車電區系統和全錦器技術等 多項核心技術 集團上半年業績優於預期 期內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淨利潤9.29億元人民幣下同 上升超過五成 主要由新興裝備產業收入增加帶動 隨著貨運需求穩步發展和客運需求復甦 帶動集團軌道交通產業業務回升 配合國鐵集團於年中 發布自2020年以來最大的一次車輛採購招標公告 加上旗下配套主機廠積極開拓海外市場 當中於亞洲及美洲訂單顯著增加 有利集團城市軌道交通市場中 保持穩定市佔率 新興裝備業務方面 集團旗下功率半導體 新能源承用車電區 全感器 風光輕柱等業務 持續快速發展 配合國家推動雙碳戰略 前述功率半導體板塊 其下二期晶片產線已經達到設計產能 其中中低壓器件產能更持續提升 至於集團承用車功率無快 及光復液變汽的士佔率和中標率 新能源汽車電驅動系統裝機量 以及全感器件穩居軌道交通領域 皆處於行業前列位置 令電網和軌交用高壓器件各項目持續交付 其中光復製興項目大功率IGBT 製興電源 經已實現批量交付 新能源車和新能源發電用中低壓器件大幅增長 新能源車用器件實現首次出口 批量交付保留法雷奧集團 至於光復和儲能用器件 亦在多客戶實現批量交付 當中新能源車用食產品 則處於持續驗證階段 其產線升級改造項目進度理想 配合產品開發加速推進 在工業領域獲得新的市場訂單 前景漢潮 完全新攝製 設計 居住 開箱